亚运女足半决赛中国女足迎战日本女足的比赛 虽然下半场张林燕投球补射搬回一场 杨丽娜投球再搬一场 但最终中国女足3比4不敌日本女足无缘决赛 中国女足将参加继军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女足 日本女足决赛对阵朝鲜女足 值得一提的是 赛后日本女足集体向中国女足教练组水庆霞等人鞠躬 水庆霞鼓掌回应 这一幕让人动容 日本队此番亚运会派的是二队出战 本场比赛首发平均年龄更是只有21岁 其中一人17岁 两人18岁 率队出战的主教练并不是日本女足国家队主帅池田泰 而是由现任日本优20女足主教练兽野轮久挂帅出张 日本女足出征亚运会的队员基本以国内联赛球员为主 还包括7名2004年龄段优20女轻队的队员 我们下集再见 最后一陣子 我们下集再见